24岁我必须出学 在学校门口卖小食品 我出学的时候 曾经老师找过我16次 我依然没有回去 15岁我必须出去打工挣钱 为了挣更多的钱 我发现当初时能有发展 我就偷偷的学艺 两年出乎 集菜香菜穿菜我都会 24岁我必须当家 撑起妈妈的一片田 现在我必须开饭店 虽然我这小饭店不到 但是养家东西不吃喝 绝对没有问题 别人总问我喜欢啥类型的女孩 其实我心里早有目标 不用太好看了 咱没那金刚钻 也不懒得慈禧活 只要像我妈这样的 跟她通款就终了 我结婚必须跟我妈一起过 如果台上的女嘉宾接受不了 那就直接灭灯吧 小伙你好 我刚才在第二个短片 看了你说你要找一个 像你妈一样的女人 我想问一下 什么叫要找像你妈一样的女人 世界上有几个像你妈那样的女人呢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苦女婆婆 不是就是不想跟她们在一起住 而是我要分人 如果要是就是我跟你俩相处 都快相处一年半了 我跟你俩 你对我还是那样的话 你让我怎么拿你当我亲妈妈一样呢